珍珠帕要提供了 38種的尺寸可以供我們選擇 可以根據每個人不同的身形 做很獨特的設計 因為它 百分之百填充 而且它有比較 這種 家體的半徑的關係 可以適合我們胸口 的女性 哈囉大家好 我是張智浩醫師 今天很開心的 我們一起來聊到的是 房間我們俗稱珍奶 眾所矚目的 珍珠波 它有三大專利上的特點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BioQ 就是它塗抹了一層奈米龍毛 可以抑制加膜 軟硕的這種生長 它可以具有好的生物相容性 第二個特色是 它有一個 Ultralink的這個外殼 既薄 而且又有極大的韌性 它可以承載500公斤重的重量 機器整個是壓在這個家體上的時候 它有非常好的延展性 第三個特色是 如同乳腺黏在我們皮膚上 一個很緊密結合 但有點流動的這樣一個特性 它可以達到100%的填充率 可以減少水部位的產生 磨起來會有輕盈柔軟 但是又可以跟我們身體完美符合了 這樣子一個特色 珍珠波會提供了 甲體如果一旦它有第三級 或第四級的甲膜軟縮 或者是甲體有發生破裂的狀況的時候 廠商它就會 賠一副新的甲體給你們 最後一個是大家可能會擔心說 所謂的B.I.A.N.L.C.L 早期的那種甲體可能會致暗 目前在這個產品上面 還沒有發現有這樣子的案例 事情真的有這樣的狀況 它會提供 大約3000美金左右的 這樣子的補助費用 我覺得 它有38種的尺寸可以跟我們選擇 可以根據每個人不同身形 做很獨特的設計 因為它100%填充 而且它有比較小的這種 甲體的半徑的關係 可以適合我們胸貨比較小的女性 另外呢 它可以針對 有比較高的甲膜軟縮風險的 比如說有抽菸 或者是有嚴重卸除這種體質的女性呢 我們會推薦使用像珍珠波 這樣子的一個材質 可以提供更好的抗甲膜軟縮的保護 第一個我們來講的是 所謂的 曼頭光滑 以及新一代的 女王波 還有我們新出來的這個 他們三個主要的特色蠻像的 他們主要是一個 光滑表面做一個基底的 這樣的一個材質 當然從光滑 銀波到女王波 他們家體的軟度 我個人覺得是越來越軟的 後者呢 銀波跟女王波 他們有提供很好的 12年到終身保固的 這樣子一個保障 個人呢 會比較推薦是使用在 想要追求比較柔軟的 觸感的女性 以及呢 願意在術後的時間當中 持續性的按摩來 保養我們身形的 這樣子一個女性呢 我們會推薦去使用 這三者的家體 曼陀的水滴型 它顧名思義 它是提供一個水滴的形態 但是這因為 它維持一個水滴的形態 所以它的外殼就做得比較硬 所以在我們亞洲女性 尤其台灣 近年來在對於 這樣子的家體 其實使用率是越來越少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在運動的時候 可能它的 晃動感會比較差一點 在手去觸摸的時候呢 可能會摸到比較明顯的 家體的感受 但是在像美國啦 這種身形比較酷實的 這個國家上面來講 用的比例就會相較高一點 如果你是比較大 或者是你的上胸胸肌 是比較飽滿的 那我們就會推薦使用 這個水滴型 它會讓你的上胸 不至於這種的飽滿 但是又可以維持很漂亮的 下胸的弧度 尤其是像產後 比較萎縮下垂的女性呢 它針對我們的下緣 有比較好的提拉 及提升的效果 香蟹柔滴 它其實也是一個 非常火紅的一個產品 如果你原本的胸型就不錯 比如說B到C Cup 其實我們達到的 罩位是在D到E Cup 適度的放入柔軟的這個柔滴 它可以達到一個 軟質而且自然的一個效果 摩滴這個材質呢 第一個是說 它的填寸度比較高 它的膠結的飽滿度 支撐力也會比較好 它摸起來 雖然會有稍微 比較Q彈的一個現象 但是在針對說一些像是 乳房萎縮下垂 或者是說 比較困難的乳房重建 或者是說 我們的身形是有比較不一樣 比如說大小奶啊 高低奶 或者是我們一邊胸骨是凹 一邊胸骨是凸 我們會建議說 使用像摩滴這樣一個產品 提供比較好的 稀密的校正的一個效果 而且它上面有這個 所謂的奈米籠帽 所以 它對於我們 抵抗夾磨軟縮的能力 也會更好 所以一樣 我們也會推薦給 嚴重抽菸 或者是嚴重的 卸屬中的體質的女性 鄭樹波我個人認為是一個 非常有潛力的一個材質 那我覺得它特色 不外乎就幾 它可以提供很稀密的尺寸上的選擇 提供不同身形的女性 做一個設計 針對這個胸骨比較小的女性 還有比較軟質 比較窄的底盤 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前吐後翹 但是又不會太過於突兀的 這樣子一個效果 再來就是說 它上面所覆蓋的奈米籠帽 也就是所謂的BioQ的技術 可以提供我們 抗夾磨軟縮的一個效果 最後就是說 我們個人也是很愛它的 那我相信是對我們女性的顧客 一個非常好的保障 所有的產品 在做完熔爐的前期 其實是需要按摩的 這個按摩的概念 我們已經從過去的急救式的按摩 進展到現在我們推薦的是 保養式的按摩 我們會分兩大族群 如果你先天的體質就不錯了 那當然我們 那如果說我們是 皮膚比較緊啊 或者是我們家 按摩軟縮的 風險是比較高的女性 那張醫師這邊就會建議說 不管您今天使用的是什麼材質 都應該在術後的 一定的時間之內 做一個保養式的按摩 這是比較好的 雖然我們目前的家裡 越做越好 但是各位還是要根據 自己不同的身型 體質 條件跟狀況 一定要跟專科醫師做一個 深入的討論 才能夠根據各位的身型 搭配不同家體的優缺點 做一個最好的手術設計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好 3 2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一定要幫我們按讚 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喔